高雄岡山空军官校 一架AT-3教练机 昨天从岡山起飞之后 12点25分 飞机光点突然在雷达上消失 消失的地点在南投信义乡 马伯拉斯山的附近 教练机跟塔台失联 而机上有一名学员黄俊荣 以及一名教官黄敬军 目前还在搜救当中 我们的空域就大概在中央山脉的上空 红点标示的位置就是今天 AT-3行机洞巴51号机 光点最后显示的位置 一架编号洞巴51的AT-3教练机 今天中午11点55分 从岡山空军官校起飞 预计要到中央山脉高空地区 进行仪器飞行课目 但是12点25分飞机光点 却消失在南投信义乡 马伯拉斯山附近 根据了解飞机光点消失之前 并没有出现任何异状 完全没有任何异常的呼叫 在光点消失之前 跟各管制单位的通联都是正常的 我们已经查过他最近三个月都没有异常的任何这个重大的故障 这个飞机的情况是很正常的 当时教练机上有两个人 32岁的飞行官王敬军少校坐在前面 是空军官校95年班 后座则是飞行学员 黄俊荣中尉23岁 是空军官校103年班 空军官校指出 今天一同参加飞行训练的一共有10架AT-3教练机 目前其他9架已经返回地面 失联的教练机正由嘉义花莲 以及屏东本各基地 陆空同步搜救中 嘉义的救护队 还有在空的 还有屏东的空中预警机迅速的赶往现场 我们空军官校当时在其他空域训练的飞机 也转往现场进行了搜寻 目前搜寻的行动仍然在进行中 那目前为止光点消失的区域 并没有看到有任何迹象 飞行时的天气低空有误 高空则是气流平稳 空军官校强调 这是训练的好天气 为何失联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目前重点以人员搜救为优先 空军也联络了两位飞官的家属 亲友们纷纷在黄俊荣的脸书上留言 就希望两人能够平安 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捷运随机杀人的嫌犯 郑洁 夺走了四条人命 造成二十二个人受伤 昨天高等法院二审的言辞辩论庭上 他首度向被害者家属来道歉 但是家属认为 郑洁是为了脱罪而道歉 拒绝接受 犯下北捷杀人案的郑洁在法警介护下进入高院 冷血夺走四条人命 砍伤二十二个人 一审被判处死刑 官司打罢高院 郑洁在最后言辞辩论庭上 终于首度向被害者家属道歉 还说自己知道除了死刑之外 没有别的刑度了 不过他也抱怨 法院对他有利的证据都没有调查 被害家属痛批 郑洁没诚意 道歉只是为了脱罪 不过在最后辩解时刻 郑洁的委任律师则主张 郑洁患有葛瑞夫姿势症 在犯案时有辨识能力降低的情况 并指出警大教授做出的心理鉴定 能够证明郑洁并非无教化的可能 只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改变 因此郑洁不该判死 但这番说法 在失去家人的被害家属听来 完全无法接受 想到孩子 信妈妈还是难言哀伤 为了讨回公道 她和其他三名死者家属和被害人 当庭向证捷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金额超过一千万 一审已经被判决要赔偿三千万的证捷 被索赔金额再创新高 全案将在十月三十号二审宣判 记者蔡惠林陈保罗台北报道 机关署宣布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将要从十月一号开打 而接种的对象包括了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以及六个月以上到国小六年级的学童 还有孕妇和慢性病患等等的对象 只要打一针就可以预防流感病毒 为了因应秋冬迈入流感季节 机关署宣布从下周四十月一号起 公费流感疫苗全面开打 今年总共采购三百一十六万三千剂 比去年增加大约七万剂 都是三家流感疫苗 接种对象包括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六个月以上到小六儿童 孕妇以及五十岁以上慢性病患等 此外这个周末就是中秋连续假期 机关署监测发现 最近一个月病毒性肠胃炎患者 有增加趋势 光是上周全台集门诊就诊人次 就高达十七万八千多人 尤其是零到六岁儿童 发生率最稳明显 而且进一步分析发现 超过七成都是新型诺罗病毒 G2.17惹的祸 今年看起来主要就是这个G2 5.17那所以国人很多都没有得过 那所以一旦有发生这个感染的时候 很容易会有比较大一点规模的流行 所以发病人数会比较多 机关署表示今年已经通报 两百三十八起腹泻群聚感染 因此提醒民众中秋烤肉食 海鲜肉类及贝类水产品 一定要烤熟后再食用 至于社区流感疫情 目前还算平稳 预估十二月会进入流感高峰期 因此呼吁符合条件的民众 尽快接种 记者大说明小龙翔台报道 嘉义的陆林山被政府公告 是野生动物的重要棋息地 林务局委外进行调查 总共是记录到了123种的动物 而且还意外地捕捉到了珍贵的画面 是台湾黑熊妈妈带着两只小熊穿过森林 小熊好奇地看着镜头的模样 非常可爱 台湾黑熊妈妈带着小熊在森林里散步 小熊看到镜头非常地好奇 一直看着镜头不肯走开 后来看到母熊走远了才赶紧跟上去 隔天早上又有一只小黑熊看到镜头 一样好奇 整个身体都贴在镜头上了 看起来真的很可爱 这是林务局嘉义陵馆处委外在陆林山 进行野生动物资源调查 莫拉克以后 到底这些中大型哺乳的野生动物的 分布情形有没有变化 所以我们在102年 委托专业来做一个监测的一个调查 这一次透过调查 一共记录动物123种 其中保育类动物36种 从102年间测到现在 包含难得一见的台湾黑熊 熊鹰 阿里山山蕉鱼等等 还有整群水鹿蜜食 其中两只似乎在斗角 甚至还有的跑到泥中打滚 像是在做日光浴 这些影像记录 对长期守护保育山林的人来说 看了很兴奋 我们的野生动物 在我们的陆林山 野生动物气息环境 其实是有增加 那这一部分也呼吁 我们的这个民众 不要再去干扰他们 民国89年公告海拔 1700到2900公尺的嘉义陆林山 为野生动物重要气息环境 嘉义陵馆处透过影像记录 看到这些平时人类 不容易用肉眼观察到的野生动物 可以感受到环境变好了 野生动物也回来了 希望不要再有不正当的狩猎行为 让野生动物可以自在快乐生活 记者嘉义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